好 這個日本有一個很有名的軟飯王 他還出書 然後他總共寄生了七任女友 志偉跟大家介紹一下 對 他比那個我們剛剛講的那個杜布隆泰 更厲害 那當然更厲害 但杜布隆泰是因為他結婚 所以讓大家覺得很扯 然後重點是每個女生都願意跟他 那這個這個人叫做Fumi-san 這個男生 他從早稻田大學畢業之後 他十三年都沒有工作過 然後他是靠女朋友養 那就等於是也過了十三年的生活 我就等於他二十四歲畢業 然後他現在是三十七歲 可是他都沒有自己賺錢養過自己 他也沒有外出工作過 那他說他這一生的志願 就是不要去公司上班 然後就是要把女生照顧好 剛剛榮泰是說 他很喜歡女生 要把女生照顧好 那這個Fumi-san也是一樣 所以他說我喜歡照顧女生 可是我不想結婚 我也不想要去上班 所以他寄生七個女友家 不是說寄生七個女友 就是他交過七個女朋友 在十三年內 因為他為什麼會跟這個女生分手 不是因為他吃軟飯 不是因為他不去上班 而是因為女生跟他求婚 他拒絕 因為你要你要我娶你 那我沒有辦法 對 我不要結婚 因為第一 我不想要有小孩 那那個人家榮泰是要生五十四個 第二呢 我可以照顧你 但是我 我也可以照顧你一輩子 可是我不要有婚姻關係 所以很多這個他七任女朋友 就是因為他這樣子的原因 是這樣子跟他分手的 不是因為像剛剛這個日文老師講的 男友要靠他養 嚇到了 我要趕快跟他吃這樣子 他所以他說你們 那大家就好奇 那你為何可以寄生在七個女友 然後十三年你都可以不用工作 那他們也是因為不嫁 你不娶他們 而跟你分手 他就講了說 其實就是要把女生照顧好 就是有方法的 如果今天你就算不是要吃軟飯 不算是要吃軟飯 你也一定要看這本書 他終於幫自己找了一個試作 就他出了這個書 交戰守則 那這個裡面好幾點 好幾點 我看了之後 我真的覺得這樣子女人 可能如果男人這樣對他要養他女人 可能也願意 包括就是說他幫另外一半 要設計營養均衡的飲食 而且要不能胖的三餐 所以他也是會做家事 那要比另外一半早起 我剛剛講的 日本的女性都是要比老公晚睡 比老公早起 所以他就顛倒過來 我會比另外一半早起 你不是我太太 我還是會幫你做好早餐 然後呢 再叫你起床 你起來吃那個早餐了 這樣子 聲音不是這樣 不然要怎樣 你 不是 不是早餐喔 三木要學一下 三木已經準備好了 然後而且他 對 然後他說要運動保持很好的身材 其實我看了一下影片 這個富米桑 他跟那個龍泰有一個特點 他也不是 他也是其貌不洋的 不是帥哥型的 但是這個富米桑 對 這富米桑 就是可能跟龍泰比起來 龍泰可能還比他帥 那所以他說要 但是要游泳健身運動 保持良好的身材跟體力 這一點男生要做到 然後再來也講說要承擔所有家務事 讓家裡一成不染 要認真聽對方講話 聽對方抱怨 而且當對方的樹洞 就是你只要不開心 想哭就到我懷裡哭 就是很溫柔 躲進來 對 要躲進來 樹洞 這個我學起來的名詞 從來不要求對方送禮物 你不要叫對方送你禮物 其實我們男生本來就比較會 比較少叫女生送我禮物 但他是要多送女生禮物 我不知道日本男生是會跟女生要禮物嗎 所以他他這點 我是覺得蠻奇怪 細心注意女友喜歡的 不喜歡的事物 這個也是 讓另一半的同事 覺得女友是賢慧又能幹的女人 讓自己有一份兼職的工作 比方說靠電玩 寫作不用什麼都跟對方要錢 所以他吃軟飯不是全吃 對 他有自己有點兼差 所以人家出書 所以他說這個睡覺前要幫對方 麻煩雞 讓另外一半消除疲勞好睡覺 我覺得光這一點 可能很多女生就願意了 什麼吼吼什麼 因為我們都是說老婆 我真的好酸喔 你幫我按摩一下 不是 就是他講火雞肉飯 現在馬要去殺那個雞 對 馬撒雞 馬撒雞是什麼 寫音梗的 馬撒雞 跟馬撒雞 你什麼意思嗎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不曉得 馬撒雞 馬撒雞就是你們的馬撒雞 好 這個我想要催分 就是說女性聽這個有沒有道理 我覺得有 他幾乎好細心 好貼心 光是睡前幫你按摩 消除疲勞 好入睡這一點 就已經夠感人了 我覺得他做的不但會讓女生 覺得很貼心 而且會感動 他每天早上叫你起床 吃飯 然後幫你準備好 然後又替我們要 我們要說 你要起床囉 不可以 插杯 起來 而且我覺得他很有職業道德 他扮演一個這樣的角色 扮演一個男友的角色 然後 這裡哪些 是你覺得很特別看重的 營養均衡的三餐 然後把自己的身材保持良好 不會放縱自己 然後承擔所有的家務 一層不染 這個我真的覺得超困難 做到的 每一個我都覺得非常難 我自己都做 完全做不到的 認真聽我說話 我覺得這還好 因為我都認真聽別人說話 當別人的速度 我很會照顧我自己的情緒 所以這個我比較不需要 其他我都會覺得 他幫按摩 做早餐這些 一層不染 是我最重要 最喜歡的 是喔 把家裡打扮 整理的一層不染 應該也滿喜歡的 然後把我的衣服全部分類好 我都覺得非常艱難 跟困難的工作 我都做不來 那坤妮你也是女性 哪一些是你很看重 我看重承擔所有家裡的工作 然後讓家裡一層不染 因為我很怕髒 尤其是廁所 對 我廁所就是要乾乾淨淨 亮晶晶的那一種 對 然後還有認真要聽我說話 對 因為可能工作壓力很大 所以我希望對方 是可以聽我說話的 對 然後注意我喜歡的東西 或者是不喜歡的東西 那當然 睡前幫我按摩 這是最好的 睡前幫我按摩 看清一點 可是睡前要幫你按摩 如果他做床頭就哭了呢 我跟他說只要按摩 就好什麼也不用說 如果之前的男朋友 他這些都有做到的話 我覺得就不會這樣 因為他都不洗碗 因為他什麼事情都不做 他連按摩都沒有 他是有自己洗澡 他有自己洗澡 因為最近有一個社會新聞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有一個女生 她去肅請離婚 因為她的離婚 她老公不同意 可是後來她靠法院 她肅請離婚 法院準了 因為這個太太說 她五年從來都不洗澡 這真的太可怕 五年不洗澡 頭髮不就很油嗎 頭髮就很油 頭髮沒有很油 因為整屁的 已經打結了 太可怕了 他如果去洗澡 浴室可能會堵住 所以後來就不洗 五年不洗澡 好難想像 他不就很臭 不就很臭 對 所以後來太太跟他分房睡 因為他說沒有辦法忍受 跟他在一起 而且就是完全沒有親密行為 那是 太臭了 對 太臭了 那桑木 這些事情你哪一件做到 我 我 你以為你這樣拖 我們節目會有收視率 他看不懂 桑木看得懂中文字 他看得懂 他看得懂 你看得懂嗎 對 運動健身保肌良好身材 這個他有 這個你做得到 對對對 這個有 這個有 是是 還有嗎 只有這個而已 你沒有幫你老婆按摩 抹茶有沒有 睡前 沒有 對 沒有 對 我也以前做過 但是老婆那個不開心 這樣 我打得不好 不舒服 太大力了 對 就是把怨氣再出他身上 怨氣再出他 我覺得他露血一點 如果這一點也有的話 百分之百 就是要很會幫另一半拍照 你知道現在男生 如果不會幫太太幫另一半拍照 你就真的扣很多分 所以我現在都要學會幫我太太拍好照片 如果拍到切頭切一半 那個 那個是大忌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只要幫太太拍 就是說你為什麼幫我拍那麼矮 腿那麼短 然後臉就胖的 你就不會抓角度什麼的 所以我現在是 有時候可以別人幫他拍 我就讓別人拍 如果我沒把握 那因為 因為我為什麼要講 這個是我前兩天去神門水庫玩 看到一對情侶 真的 不是 應該是夫妻兒 老夫老妻兒 那因為我幫我太太拍 你知道老公也在幫那個太太拍嗎 就那太太一看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樣 你怎麼把我拍那麼矮 我臉哪有那麼胖 那他老公回答 而且還有閉眼睛的 那男生就回答他說 你不高啊 我要怎樣幫你愛高 而且他下一句講一句話 我覺得哇塞 怎麼那麼有種 他說而且閉眼睛的人是你耶 你要閉眼睛 我有什麼辦法這樣子 然後他太太說 不是嘛 你要幫人家拍照 你不要那麼不情願嘛 你連三二一都沒有講 然後我本來想說 如果是我太太一定是 我不要給你拍了 結果這個老婆是還要他拍喔 這先生就三二一是不是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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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旁邊覺得說 你們怎麼這麼赤裸裸的 我們在旁邊拍照人看到想說 哇 他怎麼 這個男的好帶腫 我們先休息一下